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雨前同行 我是主持人周曉廷 在美國強升息 美元持續的走升 包含了英鎊 包含了歐元人民幣日幣等等 紛紛走扁 那麼現在增加市井了 明年經濟將會陷入大衰退 要提醒大家苦日子要來了 今天請到劉廷老師 永廷哥來到現場 嗨 老師好 好 永廷哥來到這邊 是要讓大家安心一下 還是要告訴大家 真的要做好準備 做好準備 真的苦日子要來了 其實我覺得 大家可能會覺得今年很苦 對啊 想說是不是明年可以贏來 會好起來對不對 可是我想這個 現在只是前奏而已 只是一個前奏 對 大戲還沒有開始 那會慘到什麼地步 我不知道大家還 還記不記得金融海嘯 是 OK 08年 對 2008年 大概只會超過規模 不會比較小 當然我知道呢 因為最近呢 在過去這一兩個月以來 我們可以看到 因為美國的他們的通膨 已經開始下降了 對不對 所以有很多人都講說 這個通膨的問題 解決了呀 已經結束了 對不對 最壞的情況已經過去了 至少減緩了嘛 對 所以股市呢 應該不會更壞了 可是我的問題是 現在通膨的危機 大概上大致上已經大概解除了 三分之一或者是五分之一了 可是呢 另外一個問題呢 就是呢 經濟景氣衰退的問題 現在才剛剛開始 而且是全球性 是全球性的 那大家想說 經濟景氣衰退有這麼嚴重嗎 我這樣就講好了 其實股市最怕的是 我們不知道的事情 就是現在大家都沒有人在提 我在這邊可以跟大家預告一下 下一隻黑天鵝呢是誰呢 應該是歐洲 但歐洲其實呢 歐洲現在問題很多了 它不只是這個歐債風暴的問題 那第一個呢 因為歐元呢 他們現在這一波的貶值的幅度相當的大 所以它也造成呢 其實有造成一個風暴 就是說他們的這個通膨呢 現在比美國還要嚴重 你看像8月份的時候 8月份的時候呢 這個美國的通膨的CPI 它已經下降到了8.3%了 對不對 那可是呢 這個歐盟呢 他們的這個CPI呢 去上升到9.1% 英國更厲害了 到10.1%了 英鎊也是狂扁 對不對 因為英鎊狂扁 因為現在 它為什麼會造成這種情況 因為呢 全世界的石油啦 天然氣啦 大宗物資全部都是用美元計價 那你現在呢 美元在狂升值的情況之下 那其他國家的匯率都貶值 那你貶值下來的時候 你買東西是不是就變得比較貴 所以要怪誰呢 美國 矛頭指向 對 所以我現在講個很簡單的 下個很簡單的結論 因為呢 這一次呢 不管是歐洲啊 世界各國 這通膨發生的原因在哪裡 因為呢 美元升值 美元為什麼會升值呢 因為呢 聯準會升值 對 強升 對 聯準會為什麼要升值 因為他講說 因為這個通膨太嚴重 這是唯一解決的辦法 錯 對 這是他們講的 早早就告訴大家 錯 對 這是他們 這是美國聯準會講的 他的講法 就是說這是解決的 唯一的辦法 最好的辦法 抗通膨 就是要升值 當時我就講過了 他的問題是 他這一次的通膨 從需求面造成的通膨 大概只有占30%的這個比例 那其實呢 其他70%是供應端出的問題 那你只要從供應端解決問題的話 譬如說你把這中美貿易戰撤除掉 對不對 你的通膨馬上就會下來一些 那譬如說呢 你這個是油價把它打下來 或者是其他這些都 很多方式可以做 可是呢 他聯準會卻質疑 一定要用升息的手段 而且是用暴力升息的手段 今年呢 這個一共大概升息18到19嘛 也就是說他升息的幅度呢 大概以換成百分比來算的話 他在那年利率呢 就基本利率大概會到4.4% 4.5%之間 那非常厲害的一個 所以呢 在這種情況之下呢 那其他的國家呢 你知道知道 美元在升值的時候 其他國家匯率在貶值的時候 這個時候我們去買東西 買石油 不是只你有看到了 他的這個石油的漲價 那個百分比 你還要把通膨算下去 我們貨幣貶值的算下去 那個再乘下 等一下我會算給大家看 那個下去的話 那個通膨的比例是超過 我們的想像之外 這樣你的荷包到底能夠壓到多扁 美元的月線圖 大家可以看呢 從2021年就去年的6月份開始 一直到呢現在為止 那美元升值的幅度呢 已經超過27%了 反正27% 在不到一年半的時間之內 超過27%的這種升值的幅度 在匯率市場裡面很少見到的 這出了很大的問題 出了多大的問題呢 我們再可以看一下 看一下這個歐元 大家看一下歐元呢 歐元呢在同一個時期呢 它貶值幅度多少 反正21.7% 它當然還沒有像是這個 美元升值幅度那麼大 那最主要原因是因為呢 他們在這個從7月份開始 他也開始加速升息了 這個歐央 歐洲央行 他們也是升息了3碼 然後呢在9月8號呢 他們又升息了3碼 一共升息了6碼 可是問題是在哪裡 因為美國已經升息了13碼 你才升息6碼 才是人家一半 不夠 對 而且呢 會有很大的問題 什麼樣很大的問題呢 你今天要升息 為什麼要升息 因為你希望呢 把歐元撐住 把歐元撐住的目的在哪裡 要打壓通膨 要對抗通膨 可是問題在這裡 問題在這裡 你升息的幅度 沒有美國美元來的大 那然後呢 美元升值的速度 還有幅度 都比你這個歐元要來的強 所以呢 你要用這個來對抗通膨 要用升息的 這個升值的這一種的 這個方式來對抗通膨的話 不太可能會成功 看起來也成效不好 對 而且呢還會有個附帶的損傷 什麼樣的損傷呢 你的債券的殖利率會攀高 債券殖利率攀高的話 就表示國債的價格會下跌 公債的價格會下跌 那現在呢 我們就講歐洲五國 歐洲五國呢 已經欠了一屁股債了 然後呢 苦得不得了 你現在呢 要付更多的利息出去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你債券的價格下跌的時候 因為他們現在呢 歐洲五國 大部分都是以債養債 就是大家如果聽不懂 以債養債的話 就是以債養債 跟上債 對 OK 好 那他現在呢 就是我要發新債還舊債 可是問題是現在發出的 這個債券價格是下跌的 我以前的舊債呢 可能要用100億 有100億 那我現在要發行呢 可能要發行120億 我才能還得了這個舊債 所以呢他的負債越來越多 就越來越大洞 對越來越大洞 而且呢他的那個殖利率呢 一直在升高 我就一直要付更多的利息出去 所以他現在呢 我是覺得說 這個歐盟第二個最大的問題 就是呢 歐債風暴純損欲動 而且是進化版2.0版 是 所以一旦他爆的話 對 一旦爆的話不得了 好 那第三個呢 就是剛才我講的 這個在歐元的貶值的情況之下 他的通膨率呢 是超過我們的想像之外的 我拿這個布蘭特石油 來跟大家做例子 在2021年的6月的時候 這個布蘭特石油的 他的這個油價是從69.32起漲 那麼到了最近以來呢 這個油價已經跌到 布蘭特石油已經跌到95塊這附近 好 我們就算 那95除以69的話 你說還好嗎 他的這個漲價的幅度 只有37.5%左右而已 那還好 可是呢實質上是怎麼樣 因為呢歐元現在呢貶值了21.7% 所以我們要用1.217 去乘以1.375 所以呢他的漲價幅度是多少 67.3% 不能單看 不能單看實質的價錢 對 你要看 你不要看現在的絕對的價錢 你要看實質的價錢 所以如果說換算是實質的價錢的話 相對於去年的6月的話 現在呢這個歐盟呢 這些國家他要去買布蘭特原油的話 他實質上付出去的116美元 所以就是這樣 所以這個變成說現在大家會以為說 今年是不是美國解決了這樣的一個問題 全球經濟就會好 但是沒想到其實歐盟通膨 現在還是更 反而更加嚴重 對 非常慘 所以大家看 哇這個石油價格跌了 哇很開心對不對 因為像是布蘭特原油呢 他就從100多塊 130塊 135塊左右 跌130塊跌到呢 95塊 大家覺得說有跌價啦 那我們的通膨應該好多啦 但事實上去算一下 因為你的歐元跌的也更差 對 所以跌的其實真的不多 好 然後呢 我們再過來就看這個歐債的殖利率 這個是義大利呢 他10年期公債的殖利率 義大利的經濟也是讓人很擔憂 他就是歐15國之一嘛 好 所以我們先把它拿出來說代表 大家看一下 去年12月呢 他這個歐債的 這個義大利10年期公債的殖利率 他的收盤價是 收盤的殖利率是1.1667 現在呢已經超過了4% 達到4.46% 這個是基本利率哦 這基本利率已經呢 漲了多少了 漲了將近三倍了 那你升值三倍了 這個殖利率上漲三倍的話 表示怎麼樣 你的這個公債的價格呢 是大幅度的下跌 所以呢 我是覺得他們已經 這個面臨了非常嚴重的危機了 義大利是這個樣子 你看哦 為什麼說它很嚴重 因為呢 這個美國的時間區公債的殖利率 只是逼近4%而已 還不到4% 可是呢 你看一下 義大利的時間區公債的殖利率 已經超過了4%了 超過一大截 所以呢 他們這個以後還不起再的這個問題 一定很嚴重 那甚至於呢其他的歐洲 其他歐洲四國 我認為也會有面臨同樣的狀況 而且它有連鎖效應 對 沒有錯 今年的主題是通膨 明年的主題是什麼呢 經濟衰退 而且恐怕是大衰退 多大的衰退呢 我們這樣子 這個好像在演那個穿越劇一樣 就是百年穿越 1929年經濟大蕭蕭 恐怕會捲土重 這個是美國的實質的GDP 美國實質的GDP呢 事實上從今年開始 它已經出現很明顯的衰退的現象 在第一季跟第二季呢 它是一直在持續的衰退之中 而且呢第三季不用講 也還是會繼續持續的衰退 而且衰退到什麼程度呢 事實上它在第二季的時候 它已經跌破了 這個新冠肺炎爆發之前的 那個時候的GDP了 所以照理說呢 你應該是回到呢 這個之前的 這個新冠肺炎之前的 那個GDP的水準 就應該要停下來 結果沒有 結果沒有 它還在繼續下來 那按照我們在經濟學的教科書上 它有個定義 什麼叫經濟緊急衰退 就是呢 如果兩季 連續兩季 經濟緊急都衰退的話 就已經符合經濟緊急衰退的定義了 所以現在就完全吻合 已經完全吻合了 那現在呢 聯準會理事主席鮑爾都已經講了 那要維持軟著陸的話 是非常困難的一件事情 連美國都沒有辦法維持 它的經濟緊急軟著陸的話 那歐盟更不用講了 對 大家都知道是歐洲 因為美國家其實它的經濟狀況不太一樣 對 落差蠻大的 落差非常的大 那怎麼辦呢 我不去救你 我就跟著被你拖累 是 可是問題在這裡 我去救你的話我也下去了 是 對不對 所以這兩難 對 所以我認為啦 到時候一定是變成全世界的問題了 而且呢 既然是現在這件事情 是美國先發動的 美國引起的 然後呢 接下來是歐洲最嚴重 這跟1929年的那個情況 非常非常的類似 多類似呢 大家注意看一下 這個1929年的經濟大蕭條 跟現在的情況 有兩個共同點 第一個呢 是當時1929年的時候呢 這個股市呢熱到最高點 那就跟呢去年一樣 我們去年哇 這台灣的股市你看 買什麼賺什麼 就是啊 對不對 今天不買明天更貴 對啊 從30歲到130歲的 都進來買股票了 OK 好 那所以呢 這個股市熱到最高點 然後呢 到了今年就通膨變得非常的嚴重 那當時也是一樣 可是當時呢 為什麼他們的通膨呢 會變得非常全球的通膨 會變得非常嚴重呢 因為在1929年 那時候美國那個總統 我也不知道他哪個 哪根筋不對了 他覺得說 歐洲人老是在賺我們的錢 大家有沒有聽著 覺得這個很耳熟 跟這個當初川普講的話一樣 你看就是中國在賺我們的錢 總是在賺我們的錢 關稅提高 對沒有錯 所以我們要把關稅提高 那川普還算小case 他提高25%而已 他生意人可能比較有經驗 對 比較有經驗 那當時的美國呢 是提高多少 對歐洲啊提高多少 40% 那提高40% 等於說一下子物價就漲了40%了 那歐洲呢也很生氣 因為當時的歐洲的 這個整個歐洲的國力還是很強 美國還沒有像現在這麼強 所以呢 歐洲說誰怕誰啊 你提高40% 我也提高40% 好 結果呢 這樣子提高的結果是怎麼樣 大家想想這些亞洲的國家 在那邊面試的話 我們也把它提高40% 全世界都被減進去了 所以呢全世界都嚴重的通膨 嚴重通膨結果就是經濟 已經大幅度的衰退 那然後呢 那這個通膨就出來了 緊急衰退也出來了 所以到時候 那個時候呢 從1929年呢 到1933年之間 那個簡直是一塌糊塗 一塌糊塗 那所以呢 一直到什麼時候 一直到了1933年呢 這個羅智福總統上任的時候 他採行新政 那看起來好像還不錯 有點用 可是呢兩年之後又失效了 兩年之後失效了 所以1935年呢 這個羅智福總統 再採取第二次的新政 一直用到什麼時候 1938年 看起來好像還不錯 可是呢大家的印象中 你去Google的話 去這個維基百科的話 你去查 他就跟你講說 這個羅智福總統的新政 是有效的 其實我在這邊告訴大家 你如果去看股市的話 當時的道雄指數的話 你會發現 他只救了一段 再跌下來 而且跌得更深 救了一次 再跌下來 跌得更深 到最後是誰救了 這個全球的經濟景氣呢 是在1939年 第二次世界大戰正式爆發之後 二次大戰拯救了全球的經濟景氣 我們這個看是 道雄指數的季線圖 什麼叫季線圖呢 一根K棒一季 一根K棒代表一季 那麼我們如果從這個計算 我們用技術面來計算 我們在這邊給大家看一下 這次新冠肺炎的時候 造成這個道雄指數的回檔 它回檔的幅度是38.4% 那在公元2000年的時候呢 網路泡沫化呢 造成的這個道雄指數回檔 是38.7% 你會看到非常的接近 對不對 非常接近 只是時間長短不一樣而已 好 那麼我們現在呢 用金融海嘯 後來的金融海嘯 2008年金融海嘯呢 它回檔的幅度是54% 好 那我們從金融海嘯的低點呢 6469點算到這一次的 漲到36952點 這個是一大波 這是一大波 這整個多頭行情 它一共漲了呢3萬點 一共漲了3萬點 13年漲了3萬點 如果用技術分析來算 它如果回檔三分之一的話 大概是到27000到28000之間 現在目前的位置已經非常近了 那這一波呢 大概就可以到這邊 大概可以結束了 有機會反彈了 對 先止住了 有機會反彈 那萬一真的再跌破的話 那麼下一個大直升在10年限 時間現在25000點 好 我們現在假設呢 這個第四季 美國股市反彈了 反彈了以後呢 那到時候呢 歐盟如果又出問題了 這個緊急衰退啊 或歐洲五國的歐債風暴再度發生的話 造成全球股市再跌的話 那麼再跌下來 就變成一個西波的下跌 那西波下跌呢 它會跌到哪裡呢 我們認為最保守的一個目標 大概是在21700點左右 保守的目標喔 對 這個是最保守的目標 那為什麼我說最保守的目標呢 因為你看啊 因為呢 當初網路泡泡化 它回檔幅度38.7% 新冠肺炎回檔幅度38.4% 接下來呢 爆發了金融海嘯 金融海嘯為什麼會爆發 因為升息 因為當時升息 升息造成那個二台的房貸付不出來 對 一連串的 對 所以引發了一連串的金融風暴 所以當時呢 後來金融海嘯呢 回檔54% 所以我的意思 我的意思就在這裡 因為你看這兩次的情況 有沒有非常的類似 對不對 所以呢 這一次的回檔 總回檔的幅度 對 應該也不會少於50% 那如果50的話就看到剩下1萬8 對 就是從36952點回檔50% 大概18500點左右 對 所以還有一段距離 還有很大一段距離 很大一段距離 就是美股的部分 那大家看到美股之後就 那台股呢 台股 台股我們看一下 OK 台股呢 我們看一下 金融海嘯的時候的低點 在3955點 那到這一次呢 我們在還很遠的地方 然後這一次呢 是漲到18619 大概是漲了1萬4千多點 那如果1萬4千多點 回檔1分之1 為什麼不說回檔1分之1呢 因為回檔3分之1已經跌破了 現在已經跌破了 已經跌破了 守不住了 對 已經沒守住了 那現在呢 我們就看1分之1 2分之1位置大概在1萬1千300點 那如果回檔2分之2的話 有可能嗎 通常我這樣子講 你們會發現 這股市在漲的時候 大家非常的熱情 就像去年的這個航運股 有沒有 貨櫃三雄 那時候漲的時候 哇 就是一路漲上去 好像永遠沒有到這個航海 航道的盡頭一樣 對不對 每個人都是航海王 對 每個人都是航海王 可是它跌下來的時候呢 也是一樣 哇 這個 結果才發現 到了這個馬里亞納海溝了 生不見底 生不可測 所以股市也是一樣 因為它到最後的時候 會有一段那種恐慌性的 大家已經沒有辦法理性的思考 對 已經沒有辦法 大家就來追殺持股了 那所以呢到時候呢 有可能會出現超跌的走勢 那如果出現超跌走勢的時候 我們就不能排除 有道8850的這個可能性 那事實上呢 為什麼會對到這邊呢 因為這一波的真正的起漲點 是在8523 在新冠肺炎爆發的 就是前年的3月19號 那一天見到低點 所以呢其實一個大波段 它要回檔到它的起漲點 這個是在符合 這個技術分析上面的這個理論的 所以呢回到8850 大家也不用太過於驚訝了 那我們用另外一個算法來算 就是呢用最高點18619 回檔0.382 這個是用黃金切割率來算的 就38.2% 那麼它的位置 大概是在11500點 跟這個11300點是不是非常的接近 那然後呢 如果是從這個18619 這個回檔二分之一的話 因為那個我們剛才講過了 基隆海嘯的時候呢 這個美國的稻雄指數 它回檔54%對不對 就是大概回檔二分之一的位置 好那麼換算從我們這個 加錢指數呢 就是到9300點 跟這個8850點也非常的接近 所以呢這是兩個區間 明年呢 我不排除有可能會來這邊測試 那唯一有可能會解決這個問題的 就是我的預測失敗了 那我當然希望 我很希望啦 對 可是今年初你是講得非常的深重 當時我想說會看到一萬三 還被人家罵得要死 怎麼可能 對 那麼熱 就是啊 好 那我當然希望我是錯的 那我如果錯的話 那唯一會發生的情況就是什麼 就是呢 這個美國的這個 他們的經濟景氣沒有硬著入 他沒有硬著入 為什麼沒有硬著入呢 他立刻就是美國呢 他們的政策 聯準會的政策 及時的大轉彎 而且要整向整很大 對 就是髮夾彎 微調都不行 微調都不行 升息到明年 至少到明年第一季 對 那他的目標是要把他通膨率 打到2% 他才會停止升息 停止收縮資金 那現在的情況就是說 我們現在唯一期待的就是說 美國的經濟景氣呢 衰退的幅度 比他們預期的還要來的嚴重 那他呢就即時的 才撒車髮夾彎 對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比較有機會呢 擺脫這個陰影 所以其實我在股市裡面 已經48年了 那我還能活到現在 因為我在做股票的時候 我只維持一個鐵率 就是呢一定要設停損 就是一定要設停損 就是剛才雅芊講的 就是留得青山寨 對不對 不怕沒彩燒 是不是 不然看他就不斷的蒸發 對 因為到最後 我碰過的所有的投資人 來 叫我提供建議的時候 我都會說 有反彈就賣一賣好了 那大部分的都跟我回答了什麼 說我回答了 就是說沒有關係 我就跟他長期做長相廝守 對我就長線我就抱著 然後呢往往是在半年以後 一年以後呢 當這個大盤已經跌到 跌無可跌的時候 通常這些人 當初堅守民主正義的這些人 多頭正義的這些人 他都會跑來跟我講說 我要賣 我說你不要賣好不好 這已經到地板了 不行我一定要賣 所以這個也是一直一路走來 其實大家投資人的心態都沒有改變過 沒有改變過 所以今天永林哥還再次再次 苦口苦心的確認大家 所以在這個時候呢 還不算太慘的時刻 大家要先做最壞的打算 是 都保留一點現金 不會錯的 好今天非常謝謝永林哥 在上我們節目 同時也謝謝大家收看 以前同行 接下來的工商服務時間 今天請大家跟我們一起看好看門 他是澎湖福澎喜來登酒店 推出的海皇鮑魚干貝XO醬 小小一瓢可是有大大的學問 裡頭有很多像是這大干貝 就有很多像是這20多種的胺基酸 其實對於你人體之間是非常有效的 因為它裡面有稠蛋白 也是加分在加分 他們做滿足的東西 高級的東西 增加開 這些東西 各 我們 我們 不同 感谢观看